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工作室最新在用的一种推销方案的方式 然后呢我们用的这个案例啊是咱们小伴学员做的KL这个项目 到了一个二嫂后期体块推销还没有进行完全深化的这么一个项目 我拿这个项目做一个演示 我们点一下这个AR 然后呢我们来扫描一下我们的一个表面 稍微等一下 好的等它慢慢慢慢生成 然后把模型 这个因为外面的话小镜正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就只能放到家里面这个床上了 给大家去来看一眼 好正在加载中我们稍微再等一下 能看到这个模型是慢慢在生存的哈 好的好的啊这个主体建筑也已经出来了 好的现在呢这个模型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需要点击一下把它放到床上 好放在床上之后呢 这个模型就已经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拿着这个设备哈 iPad或者iPhone都可以去来进行这个漫游 也就是说我现在正在绕着这个床去来转 可以看到这边有枕头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来这个体会一些空间 或者是来看这个空间合理性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移动我们的iPad 对吧 然后呢以这样的一个上帝视角进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去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这个广场的一个城市界面啊 它的一个变化是否满意 那我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公交站呢 颜色可能稍微会出一些 那我把它拉大啊 然后呢我再给它对近一些啊 看一看这个细节 好然后呢我再看一下地块的这一侧 对吧还算是这个收放有致 而且的话呢这边是做了一个都市农庄 那这个都市农庄有一些简单的设施 因为还没有进行到方案生化那个阶段 所以的话呢这里面只是能看到一个大概 那这里面残军坡道是有的啊 满足一个无债的一个属性 然后这边是一个树镇广场 好这个树镇广场的话也可以 然后地铁站 那这边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地铁站到达我们商业主广场的这么一个通道 那这个T面铺庄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暗示 对吧明确的暗示啊 就一个明示的应该是是吧 然后呢这边是在地铁站出口这边做了一个对景树啊 然后呢在这一次的话是做了一些啊雕塑啊 包括一些儿童区 那我们再进去深入进去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一个沉浸式体验 好点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过来看一下 这还是我的房间啊 大家能看到那边有空调啊 然后这边就是这个石膏这个脚线啊 好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我们完全进入到这个项目当中去了啊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这是这是这个老老爷爷就是我啊 老爷爷就是我 好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翻的一些细节 比方说啊 我是一个从地铁站里面出来的一个人 我点一下 我来看一下地铁站这一侧的形象是否满意 那这个好处就在于说我们在做方案的时候 只需要去来感受一下这个 呃就是进 就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击里面的去来观察我们的方案的合理性了 对吧 比方说我们在看到这个K11这个logo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哎 他大了 他小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非常非常接近现实的这么一种体验 对吧 这样的话推交方案起来要更合理一些 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再到地铁站这一块 比如说我模拟出来 我出来 那我往右手去来看的话 这个对景树的大小 包括它的氛围 也是我符合的 对吧 然后呢 我再往这边出来看 往我们城市主广场这边路线出来看 我们来路过这个车行道 那右边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形象节点啊 这一个雕塑 然后呢 左边的话就是一个艺术狼道 那我们站到艺术狼道这一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雕塑 那这个雕塑呢 它采用的是自然的这样的一种理念 所以的话呢 还做了一些这种装饰性啊 这种自然跟金属这样的一个结合的感觉啊 稍微显得稍微生硬一点点 还需要再做一点点调整 材质上啊 再调一调啊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个艺术狼道 那这个艺术狼道呢 其实做了一个是 相对来说封闭一些的空间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抬头啊 抬头 我们看到了上面开了一些圆窗 那这些的话呢 在地面上会形成比较好的一个光影啊 就是说呢 这个雕塑 其实它是不同的空间的这样的一种表达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 然后在地面铺装上 也做了一个明显的功能上的一个区分 然后我们再往前前进 那可以看到远处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对景 那这个对景这个雕塑呢 实际上就是来引导我们主广场的一个方向 那左手边就是儿童活动区啊 活动儿童区啊 儿童活动区 因为现在主要的山光场都会有儿童活动区 那这个儿童活动区其实做的也是不错的啊 该有的细节啊 设施啊 还是可以的 好 这边有个素材啊 就这个人 这个人的眼睛 我围着他绕一圈吧 哈喽 一个面片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同学也很有趣啊 他找了一个眼睛爆开了这种啊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直在往前漫游漫游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雕塑啊 然后再回头看一眼 回头看一眼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案的一个全漫 啊 这个还是可以的 对吧 空间上有收放 然后呢 也有一些特点 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啊 我们目前这个这个在做方案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的这样一个工具啊 那实际上就比较接近于未来了啊 我这个还会再买一个微软的一个眼镜后期啊 就更能进入到我们项目当中去了 好吧 那这个就是给大家分享的一个 我认为可能是现在就已经开始用了这么一种方案推敲的一个模式啊 这样的一个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的这样的一种技术啊 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还原这个方案的一些本质 好吧 这个方案本质 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 我后期的话呢 会出更多有意思的教程给大家啊 那也感谢这个小班学员啊 这个项目做的还是不错的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